大家好,我是阿米 专业人士表示,买卖房子如果产权有了问题,那一切都为零 这也就强调了一点,购房钱对产权进行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产权是很复杂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在买下房产后才发现自己房屋产权有问题 或者是背负了债务,这时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或者是欲哭无泪 而购买产权保险是房产买卖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 首先我们要查清卖主是否有权利出售房子 在美国,土地是私有的,二手房产的交易次数很多,产权纠纷也非常的常见 有时候卖主会说,房子的产权是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千万不能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一定要自己进行调查 比如说有的公司卖房子,但是不是说公司盖了张就行 而是要公司所有的董事都同意,才能出售房产 再比如说有的人说房子是他的,但是买家买入后才发现 卖家母亲在过世时拥有房子的永久居住权 所以就算我们买下了房子也住不了 另外债务是跟着房子走 有的人在买下房子之后呢,债主却追上了门 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还有的卖家说,屋顶是新翻修的,怎样怎样好 你可是减了便宜了 但买家买下后呢,才发现卖家修屋顶的钱还没有付清 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购买产权保险 那就又要多付一笔费用了 而且有的人买下房产后才发现,房子欠了一大笔的联邦税 而这些税务呢,买家自己不一定查得出来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协助我们 还有的情况是,房子的实际用途呢,与规划用途可能不一致 一个装修豪华的商业铺面,可能它的土地用途是工业用地 这些呢,我们都要注意 要防范产权方面的风险,购买产权保险是必不可少的 它可以对买入房子前发生的产权纠纷和债务问题提供保障 产权保险公司呢,为了保障客户权益和自身的利益 会调查房子产权记录、债务记录 并为客户出具详细的产权报告 防范产权纠纷和背上不知道的债务 而且呢,保险单我们一定要自己保管好 如果丢了的话呢,它不像房产证那样可以补发 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很多年以后才能用上它 那今天关于房屋产权保险的问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讯息,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